不管BNT还是莫德纳 接种后都有引发心肌炎 心包膜炎的风险 又以年轻与中年男性风险最高 美国CDC引用最新数据发现 18到39岁男性打完第二剂莫德纳 心肌炎发生率为每百万剂97.3例 BNT则是每百万剂81.7例 莫德纳疫苗心肌炎发生率高于BNT 不过多半能顺利康复 因此美国FDA人决议批准6到17岁儿童 接种莫德纳疫苗 但随着全球疫情渐缓 统计全世界拥有最多疫苗的国家 即便都打了加强针 人会多出12亿剂打不完 多出的疫苗 如果无法在期限内捐给需要的国家 全世界恐怕有2.4亿亿剂疫苗被迫丢弃 光美国就浪费8000多万剂 据波兰为例 库存仍有3000万剂打不完 不过按照与辉瑞的合约 还得再买7000万剂 因此欧盟打算施压辉瑞公司重谈合约 继丹麦4月开全球第一枪 宣布国民停打疫苗后 加拿大也宣布搭国内大众运输系统 都不再强制接种 除非研发出符合未来需求的次世代疫苗 否则现有疫苗需求放缓 出产过剩面临的是庞大的疫苗垃圾 记者综合部导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